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牛奶公司公佈了2019年業績 根據他們所說 截至去年12月底 純利錄得3億2100萬美元 按年倒退10% 期內營業額大約112億美元 按年倒退5% 牛奶公司的業務非常多元化 到底去年持續了大半年的事件 對他們哪一間公司影響最大呢? 根據他們的業績所說 原來社運是對萬寧的影響最大 因為內地訪港的旅客大跌 此外集團對現在加斯進行持續的投資 也降低了集團的盈利能力 至於美芯又如何? 美芯又厲害了 他們的收入由2018年的1億500萬美元 跌至8200萬美元 暴跌了兩成二 集團解釋 減少了收入 主要由於香港持續的社會動盪影響所致 不過 由於美芯收購了泰國的星巴克業務 因而有受益 故此美芯整體的總銷售額 仍然有4%的增長 香港人要加把勁才行 實情香港的黃絲真的很厲害 說到做到 起碼對於美芯集團旗下所有食店 麵包店一律霸食 才造成收入大跌兩成二 而且是在說下半年的事 是五熟青去到聯合國亂說以後 才開始發動 都有兩成二的跌幅 其實他是大約在9月才說的 短短五個月的時間 就使得他的跌幅有兩成二 能夠做到這種成績 就認真是厲害了 而且自從這次事件以後 就出現了黃色經濟圈的理念 使得那些人全部霸食 美芯全部霸食藍店 只剩下藍絲去光顧 那些黃絲去哪裏 就去光顧黃色經濟圈的黃店 黃店絕大部分都是小店 甚少是連鎖經營 於是如果你要找一個統計的數據 到底黃店的生意額收入升了多少 就很難去定奪 因為大家各自為證 但你看看藍店這些大型連鎖集團 他們的跌幅就知道成績表了 所以大跌兩成二是真是很厲害的 那份額你想想是多大 我想很多你收睇我這個節目的益友 都我想有半年時間 就沒有再去美芯旗下的酒樓喝茶了 或者再沒有光顧過美芯旗下的麵包西餅店 所以為何那些官員或者商人 對於黃色經濟圈的概念要不停暢淡 就是怕你成功 現在成績表又出來了 事實上證明了是有效 而且短短五個月的時間已經暴跌兩成二 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 難怪他們經常走出來哭怕 三不五時就說黃色經濟圈是畫地圍牢 沒辦法可以持續下去 現在黃色經濟圈反而成為了有些食店的救生艇 因為一旦他們在網上哪個告急 馬上就有四方八面的黃絲去幫襯 幫他一把 至於其他藍店 你叫藍絲去幫襯 現在發你的夢就有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藍店的黃昏 尤其在這個非常時期 黃色經濟圈的價值就是彰顯得出來 沒得爭 又不見現在的黃店不見了 接著就想說說九倉 他們公佈了一些業績 他們的數據就顯示得出 旗下那兩間旗艦商場 分別就是海港城和時代廣場 租戶銷售額全年都錄得下跌 而且在下半年跌幅更加大 單是計下半年 海港城租戶的銷售額 就由2018年同期的187億元 減少到102億2千萬 跌幅到四成半 時代廣場下半年的租戶銷售額 也跌了三成四 我想這些銷售額 在今年的上半年更加是跌幅厲害的 因為這次真是霜起臨門 拜託林鄭 全世界欠了中國 新華網那篇文章說 所以真的欠了她 現在你們就偶突 去依賴單一客人 長期不思進取 尤其是香港的旅遊業界 一味有一種惰性 懶性 依賴自由行的旅客 永遠不去開拓海外的市場 在這個非常時期 在危難的時刻 你就會見真章 實情的跌幅為何會這麼厲害 很明顯因為這兩間商場 主要不是做本地人的生意 主要是做內地旅客的生意 人家都不理會了 所以就沒事做 這是很正常的 有跌幅才正常 這一個右派成績表 因此市民用錢去投票 就是一個最好的表態 專門懲罰黃店 不光顧藍店 問你怕不? 經常說黃色經濟圈 就快死了 到底是哪些店 大家有目共睹 不用爭 接著就講講澳門的消息 人家今天又推出了 促進經濟的措施 有個香港人只有體字 他們向每名永久和非永久性的居民 發放三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龍說 消費卡會在三月中旬接受網上登記 居民需要在澳門金管局的網站 登記領卡地點和時間 預計四月中旬就會開始派發 為分散人流 派發地點會包括多家銀行和政府分站 以免人群聚集 它應該是有一張實體卡 派給你到處消費 所以如果你有領取澳門身份證 到時候就記得登記地點和時間去拿 因為有部份香港人 其實都有澳門的身份證 真的不足夠了 除了提前派一萬元以外 還有三千元消費券 買什麼都可以 買完之後也不用自己用 買完的東西 你可以拿來套演 很方便 反觀你這個林鄭 回水一萬都回到不知所為 硬硬是要和市民作對一下才安樂 就要和警察開支預算群綁在一起表決 你派到這樣 你不如回家睡覺吧 還做什麼行政長官 隔離埠人給你看一下 學習一下 不要經常在那裡踩低別人 看不起別人 別人派錢專家 派了十幾年 人類開埠歷史以來 連續派錢最多的 就是澳門政府 告訴你 有信史以來就是他 派了十幾年 別人連連加碼 就算不加碼 也和去年一樣 你比人厲害 林鄭 理財新哲學 派四千元 叫人填表格 要填油票 然後連完油票 寄到資助辦 還要審一大輪 審完之後 有些人拿幾十元 當人是狗 也不如 你在沙田 在排頭村 派給大陸黑衣 都給五個稅 如果上次派四千元 審完之後 拿得少於五個稅 真是壞個黑衣 不知所謂 這些人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 關於立法會選舉 我們每一節都說些 這次就想說一下 關於進出口界的功能界別 進出口界的功能界別 很特別 自從九七以後 從來沒有一次有競爭性的選舉 換言之 每次都是由建制派自動當選 自從2004年開始 這個位置 由民建聯的黃定光 花名叫蔣哥 很喜歡在立法會睡覺的位置 就是壟斷了 連續四屆都是自動當選 都是沒有人跟他競爭的 來到今屆 終於有人思考一下 全面進攻這個功能界別 看看哪一個功能界別 是能夠轉空子的 能夠所有黃絲 勇去登記做選民的 不如去攻陷這個界別 這個進出口界 原本的選民登記只有二千多 但是被人發現有一條 原來一間公司 他去海關登記一個進出口牌照 給一千三百二十元 就可以成為這個界別選民 當然這間公司本身要運作一年以上 有條件 但是這樣的方法 其實很容易做到 黃店有這麼多間 稍為找三五千間黃店 不成問題 做多生意一千三百二十元 不會捉襟見肘 一千三元也沒有 這樣的話 已經可以把這個界別光復了 當然有些人說 你懂得登記 別人是藍店不懂得登記嗎 那大家鬥人頭 黃店也贏你藍店 而且這些所謂功能界別的 團體票或公司票 他最後都要委任一個人來投票 公司本身不是一個人 他不懂得投票 始終都要委任一個授權人來投票 所以你算人頭 黃絲點都比藍絲 算到最後 點都一定贏 今屆就有黃店的老闆 考慮參選的界別 這位就是亞暴泰國生活百貨的老闆 林景南先生 這位可以說作為無黨籍 無黨派的素人 既然他有意去參選 他考慮 其實是好事 你起碼使得別人有一個推動力 在選民登記截止之前 登記成為進出口界的選民 我覺得是有積極作用的 為什麼呢? 起碼使得黃店的老闆會覺得是一樣 起碼他登記成為界別選民 今屆不會自動當選 那一千三百二十元不會打水票 實請填表格或申請牌照 不需要浪費很長時間 但你如何驅使得他真的 落手落腳在做這件事呢? 就是靠有一個人出來 你首先有沒有一個人打算參選 如果你說搞完一大輪又給錢 原來到最後都沒有人出來選 你真是把鬼 現在就有了 而且這位不是傳統泛民政黨中人 而是素人 更加能夠受到青年群體所接受 所以如果一些老闆 原來他是年輕一點的 分分鐘就要登記了 對吧? 你一定要有些人出來 先站路頭角 不要到最後一刻才說 搞到太敏了 恐慌別人登記不及 好了 這一節先說著進出口界 其他那些稍後再說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